身體要給他練得精實一點 包括了天后張惠妹了 他最近新聞就是兩個嘛 一個就是盯著他的身材嘛 二來就是他要到大陸的選秀節目 去當這個導師嘛 那麼昨天露面的時候 大家一看說 好像阿妹真的是瘦了一些 其實呢 據了解阿妹滿在意 大家對他的體重的看法 最近一個月靠著腳踏車 健身啊 海鮮侵蝕 甚至喝黑咖啡等等的方式 多管其下 果然瘦了下來 轉動導師的陣營 一身黑色套裝 天后張惠妹出席大陸選秀節目 記者會 全場媒體都注意到他改變了 受了很多是刻意為了好重心 這個當導師來減肥了嗎 刻意搭配四位導師的 對 對 Rock 那有什麼好的減肥方法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 你私底下我教你好了 對 減肥方法保密到家 但根據平面媒體報導 張惠妹每天起床 一滴先喝黑咖啡 一天兩到三杯去水腫 飲食更是限定低卡餐 挑選熱量低的海鮮和青菜 杜絕高熱量的熱炒和油炸物 當然也守不了運動 從室內跑步機到飛輪腳踏車 甚至用沙包打拳 一天將近一個小時 甚至還要調整坐席 改掉快天亮才休息的習慣 提前入睡時間到凌晨一點前 為了甩肉多冠旗下 今天我們不得不說一下 張惠妹令人嘆息的肥肉啦 曾經因為爆肥被大陸媒體績效 張惠妹再度回到同一個節目 從表演嘉賓到素人導師 臉型艱陷明顯小了一號 網友目測最少減了五公斤 重現火辣身材 張惠妹再出擊 就是要給曾經笑話她肥胖的人好看 也讓人見識到天后復仇的火熱鬥志 中天新聞王彥均 胡佳蓁 台北採訪報導